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星期三 又是Lia 我 Hello 大家好 今天见到我一身造型 都知道我是讲万圣节相关的东西 为何会解释今天讲 在万圣节前五、六日、七日 下星期三是11月1日刚刚过了万圣节 所以我唯有今天跟大家分享 在我以下来讲的资讯 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 因为和大家都很有切身相关 为何呢 因为万圣节各位游戏都知道 各大游戏都有出到万圣节的Event 包括我相信大部分有玩PC 射击游戏都会有玩的斗神特工 还有手机游戏也有之前介绍过的深海水族馆 还有怪物弹珠也有做万圣节Event 当然不止游戏也有极大量 值得一提的是黑色沙漠也有出万圣节Event 如果刚才我上述讲的游戏 或者你本身玩的游戏也没有做万圣节Event 不要紧 因为普通我们平时用开的家用游戏 包括可以手提出街那种游戏 即手提游戏加家用游戏 加电话的Mobile游戏 都在做各种的万圣节优惠 上去你本身用那部机的平台看下 我们会看到一大堆的万圣节优惠 其实Lia觉得那堆优惠 主要是省那群没买到游戏的人 本身你已经买了的朋友不用担心 所谓早买早享受 迟买便宜几构 其实在这些大型的平台上 现在在做特价的 做到四节那些游戏 都是比较耐力的 而本身有买的朋友觉得亏了 不是 我玩过了 我都玩到不玩了 你们现在才买 但我不是说大家不要买的 如果本身对这游戏有少少兴趣 之前觉得贵的朋友 都不妨玩一下 尤其是万圣节 大家都可以玩一些刺激恐怖 懸疑游戏 可以来这个 过一下忍一下节 可能我刚才说的 家用游戏主机的平台特价 或者是哪个游戏在做活动 大家看到的观众朋友 都会觉得 都少中了 我都没玩过 如果这个你跟我说 你没听过 我真的要说你没有童年 POKEMON 哒哒哒哒哒哒 之前大家人手一部电话 随街捉精灵的POKEMON GO 亦都在万圣节的时候 推出了万圣节的特别活动 包括有迷Q 好像比卡超 但其实它不是比卡超 亦都有带着万圣节帽的比卡超 亦都有带着万圣节帽的比卡超 好像我这样带着帽的万圣节帽的比卡超 亦都有每逢万圣节 穿出来的耿鬼之类之类的 这些幽灵是小精灵 可以在街上捉到 如果你之前已经递了game 朋友 淡泛 反正精灵球 就跟你捉精灵 你捉精灵就跟你这一步没关 跟你精灵球有关 对不对 所以各位朋友 童年 又是少女又是 各位精灵训练员 刚刚介绍了万圣节的二班 以及各种的优惠给大家 其实万圣节 这些大事大事 又是街里外形一对对的朋友 来的 身为单身狗的你 难道真的跟朋友 围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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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 大哥 第二天11月1日 又要上班上学 不如大家留在家看动漫 今天就介绍和万圣节 认一下节的动画给大家 第一套 地狱老师 其实都不是很认节 不过都是恐怖片 但如果看地狱老师 我就介绍大家看 看回九几年的版本 因为以前的地狱老师 虽然看现在是4比3的画质 可能大家会觉得4比3怎么看 这么低清 但我觉得它的恐怖程度 比起现在新的 是大概恐怖十倍左右 第二套就是推介的 Another 这一套都算是近年的作品 近年的作品 anada其实是说一个不存在的学生 我又拍剧后 讲完后大家会失去神秘感 但他不停有学生死亡之类 其实是偏向原而推理的动漫 但他又不是柯南 虽然每集都会有人死亡 所以我觉得大家值得一看 我不想推算这么多报告给大家 所以万圣节又怎样可以不讲电影呢 万圣节电影的动画 一定是讲乖丹城之夜 如果你未看过这堂东西真的不行 又是这堂东西 是真的不行 乖丹城之夜 迪士尼这一套电影 跟之前刚刚介绍两套动画 一套地狱老师超长 可能你看到他浪费 10月31日不上班 看足全日都未看得完的地狱老师 还有十几二集的《And Other》 你都会觉得很长 不想浪费这么多时间 乖丹城之夜就一定没事了 因为他本身是一套动画电影 其实都是一个多钟就可以看得完 又很有万圣节感 万圣节感到来 你又不会觉得他很恐怖 所以这一套就是一家大小 合家欢可以收睇的一个 万圣节动漫 今天早点开始 Lia的彩蛋时间 今天的彩蛋时间 配合万圣节 跟大家讲一些恐怖的故事 就是刚刚那个礼拜日 Lia又飞去台湾看我偶像的演唱会 为什么看我偶像演唱会 和恐怖故事有关系呢 就是黄牛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世界我所见过的黄牛 包括香港澳门地区的黄牛 包括台湾地区的黄牛 和日本的黄牛 通常你在香港 或者在 首先要定名一下 本节目以上内容 纯粹在主持人的个人意见 就不代表本台立场 而本主持人和本台立场 都是不建议大家买黄牛票的 只不过是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这个很重要 不急帮我打个字幕 就是香港的黄牛 和日本的黄牛 去到临开场之前 都会把票降到很便宜 可能会走过去 跟你说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你有没有票 买 香港的黄牛就很特别 它也会有很多内地的人 来买黄牛票 我就很奇怪 他们为什么有票 这些收入机密的东西 都不会知道 对不对 但是我突然要说黄牛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就是台湾的黄牛 我觉得他们是心理变态的 为什么呢 我不是看黄牛票的 我是有票 所以才去台湾看 我有个朋友 他让我辞入场 因为我看VIP 大概早两至三个小时 就已经要入场内 在等待开场 我朋友在外面 他跟我说 他等待的时候 就有个黄牛 买去撩他 一张1800元台币的演唱会票 就是三岭位 当时该名台湾人 就跟他说 是买11800元台币的 他心想 你神经病 如果可以说错误 就真的应该说错误 问候了他 然后他就没理到 就继续等入场 在到临开场前 他就认识了一些 其实没有票 去到当时那里 我先来看看会不会有人放票的台湾妹妹 交换了LINE 之而此的沟通 去我们的原场的时候 那群台湾妹妹就跟我们说 开场了 那群黄牛1800元的票 仍然在卖1万台币 大家明白 那个比较就是 可能你500元买到一张票 他卖到2500元 那群黄牛当然卖差价 但已经开场了 他就很奇怪 那群妹妹就一直都坐在外面 就等原场 那群黄牛 好像幽灵 在这边走 这边问 那边问 一直都在问大家买不买那张票 而那群黄牛 当然那些女孩没有买 因为听闻应该是学生妹 小朋友 就是我们原场出来见到的 年纪都比较少一些 然后 告诉我们 去到end call的位置 真的差不多原场的时候 那群黄牛 都仍然在卖一个炒价 究竟他们是什么心态 一张黄牛 它宁愿站在外面卖三个小时 自己都不走进去看 自己都不走进去看 但都不肯 就是 降价少少卖给人 而我这样去问 那个台湾妹妹的时候 那个台湾妹妹说 台湾的黄牛是这样的 是心理变态 是绝对不会便宜给你的 而且那群黄牛也说到明 我情愿在你面前撕了一张票 我都不会便宜给你看 究竟是什么心态 我忽然觉得原来香港的黄牛 和日本的黄牛 真是很有良心的 但都是那句 我们是不建议任何人买黄牛票的 说完我去看现场会 我怎可以没有带礼物给大家 没错 今个礼拜没东西送的 但我带了一条片给大家看 不知道是左边还是右边的角落 没错 我们现在应该是去片子的 看Encore的时候 首先要说明 我们并不支持任何人 在不能够摄录的情况下录影 这条片的来源 我们也不会公开这条片 从哪里来的 可以看到在台湾场 我偶像明星防弹少年全非常兴奋 在场里面和大家说 谢谢 我爱你们的场景 我希望我把声盖着他们的声 让他们不会和你们说我爱你 没错 今天这天的彩蛋时间 就是这条片 和刚刚那个黄牛的恐怖故事分 如果你们都有些关于买黄牛 或者被黄牛欺骗 或者是不想大家买黄牛的东西 都欢迎在我们这条片下面留言 或者如果你本身没有YouTube撞行 没有办法可以在下面留言 欢迎去到Facebook 或者各种途径和我们说 有什么想我们分享 或者有什么有趣的事 可以给我们做题材 都欢迎和我们说的 记得最终Follow我们 Sky Finance 天遇财经台的Facebook 和YouTube频道 重要的要说三次 是Sky Finance 知不知道